好孩子啊,接著我們開始進行一百年磁考物理科的解題 來,我們從單軟體第一題來開始看 第一題在考什麼呢? 是在考我們這個駐鍋的概念 它的弧形呢,長這樣 在兩個固定端之間呢,總共有五顆眼鏡 一、二、三、四、五 我們簡單的畫個示意圖 他說呢,這一條啊,繩子啊,長度四、五公尺 它的意思是指哪一段四、五公尺? 意思是指整段四、五公尺 整段四、五公尺,非嗎? 好,並且呢,繩上的駐鍋都是由這個波形相同 但行進方向相反的兩個波呢,重疊而成 則這兩個波的波長為何啊 孩子,等於是問你什麼?你的駐鍋波長啊?那怎麼算? 孩子,我們以前就講過了 一個眼睛怎麼樣?一個眼睛半個波 兩個眼睛呢?就一個波嘛 所以一個眼睛如果半個波的話,我們就用一、二、三、四 我們用五顆眼鏡 五顆眼鏡總共是幾個波啊? 好,我們總共是二分之五個波,OK 所以你要問你尺,波長是多少呢? 什麼?那很簡單 從你的視覺上就看得出來 我二分之五個波長呢,會得一、五公尺 我們把它的數學事實呢,列出來 二分五,二分之五個浪大會得一、五公尺 所以浪大也是多少? 兩公尺,來,就這麼簡單的分 好,第一題 好,接著再看呢,第二題 來,第二題是一個觀念題,請看 關於呢,你對於熱血的概念呢,是否清楚 我們一個選擇一個選擇看來看 當兩個物體接觸的時候 來,熱量化現,熱量 一定會從溫度高的流向溫度低的 好不好? 好,熱量呢,一定會從呢 提高 流向 提低 OK,這個是呢,完全正確的 欸,選擇要打頭,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可是BC注意呢,我們來看一下 在觀念上是哪裡錯了 來看B 互相接觸的兩部體,達到熱平衡的時候 一定會有什麼? 相同的 溫度 OK,是溫度而不是熱量 好嗎? 好,應該是有相同的呢 溫度才對 好,熱量呢,是強調相同的溫度 來看C 溫度較高的物體 比溫度較低的物體 一定含有更多的熱量 來,是這樣子嗎? 來,我們說過 熱量的含量啦,是無法來比較的 我們無法知道一個物體 它到底擁有多少熱量 我們只能知道它在某一個這個 所謂的吸熱或放熱的行為 這個過程當中呢 吸了多少熱或放出多少熱 OK 所以呢,原理上我們不會在熱血的時候 去討論呢 誰的熱量是多 或誰的熱量是少 OK 所以C呢,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好,再來看豬 屋體吸收熱量之後 溫度一定會升高嗎? 不一定 為什麼呢 我們會有所謂的 相變的過程 比如說,零度C的冰塊 要融化成零度C的水呢 過程要吸熱 可是溫度呢 卻不見得會改變 好不好 我們會有所謂的相變的過程 這個過程呢 吸收熱量 但是溫度呢 不改變 只改變什麼? 狀態 只改變狀態 來,最後一個E選項 說什麼? 來,最後一個選項 打星號 你們容易搞混 他說熱容量 來,熱容量化現 的音次 跟能量的音次呢 有沒有一樣 來,那你就要知道 什麼是熱容量 來,熱容量的發酵 是C 有沒有印象 那他什麼意思 就是你這個物體的質量 來乘以你的比熱 這就是我們熱容量的概念 那熱容量的概念 是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請看 我們從單位上去看出端倪 熱容量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這個物體啊 每上升1度C 需要多少焦額的能量 或者說每上升1K 需要多少焦額 這是熱容量的定義 你也可以從 質量乘以比熱的結果 去反推出 我們熱容量的單位來 OK 那熱量的單位是什麼呢 熱量就是一個能量 那它的單位就是什麼呢 你可以寫msdata 之類的 可以嗎 哦 它只問能量的意思是不是 那就是用能量 隨便 能量的意思就是什麼 隨便也就是用一個 一式能量 那你的單位就是什麼 它的單位就是焦 所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好 熱能量的單位 跟能量的單位呢 根本就不一樣 它的這個 所謂的一式呢 自然也不可能會相同 好不好 這是第二題 好 再來看第三題 小心 彈簧的 一個問題的 來畫個圖 好不好 不過這題其實是嚇人的 看起來很可怕 那其實啊 根本呢 半條是個得分 半條 對 筆筆還沒拿起來 就已經知道答案 就寫錯 不可能 不可能 好不好 加以比定物 加以比定物 加以比定物是五個均分的點 好不好 加以 比 低 物 沒嗎 然後物是最低點 好不好 物是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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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物是最低點 請看 好 看題目的文字敘述 它說什麼呢 如果物體延遷直方向在震動的時候 它的直心 OK 直心的最高位置呢 為假點 也就是這顆球的球心 我給你這個球心呢 來做一個判斷 好 那麼呢 它說 然後最低點是在五點 最低點是在五點 好 且 這個物體的直心在假點的時候呢 彈簧的長度 大於其 自然長度 這句話 它就要劃線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現在 我們在這個假點的時候 這個彈簧呢 事實上是已經被拉長 它是有生長兩尺 是被拉長的 OK 則 在震動的過程之中 彈簧桌在物體上的力 在哪一個點會最小 這時候你就要來看看啊 彈簧對物體中的力 不就是恢復力嗎 那你就要看一下 恢復力的公式怎麼寫嗎 會得負的什麼 KDX 它會跟你的什麼 彈簧的壓縮量 或者是生長量有關係 那你要找的是你的最小的壓縮量 或最小的生長量 我請問你一件事 既然你在假點的時候呢 是你整個彈簧最短的時候了 那如果你連在最短的時候 你的彈簧呢 全長最短的時候 都是被拉長的 你耳後的任何一個點 只會被拉得更怎麼樣 只會被拉得更長嘛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一個 這個恢復力最小的地方 你就要去找什麼 你的生長量最小的位置 那最小的生長量一定在哪裡 就在假點啦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此時 是我的最小的生長量 因為你越往下面拉 我的彈簧值會被拉得怎麼樣 更長嘛 你的形變量值會更大 所以呢 假點就是直接 我們呢 要找的答案 了解嗎 第三題 結束 所以你看觀念清楚的話 得分其實是不難的 哦 不難 好再來第四題 來又是一個彈簧的問題了 來可是這顆彈簧呢 是牽扯到減斜運動 你看 高空彈跳的繩索呢 可以近視為質量可以忽略的理想彈簧 我們也不計空計主力 那如果一個彈跳者是高處牽持落下 我們還是畫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好不好 所以它就是一個彈簧 我們還是以彈簧為例 而且你是在做什麼呢 來 減斜震盪 減斜運動 可以嗎 所以你知道減斜運動呢 會有三個重要的點 中間是平衡點 OK 上端點跟下端點 然後呢 你要做這個減斜震盪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什麼呢 來 你會背一個 這個 週期是多少 好不好 假設這個人呢 資料叫做M 假設彈簧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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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場數呢 叫做K 那 你減斜運動的週期公式 你還有印象嗎 還是叫做什麼 二拍的 2拍的 根號 M除以K 所以你就要看得到囉 看這個公式裡面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當一個彈簧 在做一個 基本款的減斜運動的時候呢 我的週期值跟我的什麼東西 白錘的質量有關 那這個白不就是什麼 你這個人的質量 在現在來講的話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今天如果呢 我把這個人啊 換成一個呢 體重為兩倍的彈跳遮儀的話 那麼你的這個週期不會改變 當然就會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T' 質量這一項 變兩倍 你質量這一項變兩倍的話 那如果你做一個代換 你就會發現 T'的定位是多少 會是根號二倍的T T'會是根號二倍的T 可以嗎 那如果你得到這個結果的話 那叫做什麼 人家問的是F'啊 那F'不就是什麼 T'分之一嗎 那T'等於多少 根號二T啊 所以這結果就變多少 來看好了 這結果就變多少 來 變成 根號二倍的T 分之一 然後呢 T分之一什麼意思 就是根號二分之一 一倍的原本的每組嗎 T分之一 OK 周期分之一 就是什麼 原來的周期分之一 就是原來的什麼 頻率嘛 所以就可以知道 我 當我的質量換成呢 2M的時候 我對應到的震盪頻率呢 就會變成呢 原本的根號二分之一倍 是這樣子的一個轉換過程 所以你得知道呢 這個減血運動的精神 以及它周期的公式 以及你還要總的 周期跟頻率之間的互換關係 可以嗎 就這題要選豬 選豬 OK 好 可以的話繼續前進 你看人家得很多分喔 很簡單吧 自己寫的不簡單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我寫給你看嘛 你就會把這個精神學下來 來 第五題請看 這題也是受分的 只要你觀念清楚 這題我寫的話呢 真的辦完就得分了 你知道嗎 我就告訴你 如果你觀念清楚的話 你看喔 你看關鍵字喔 水平第一面劃現 然後呢 動摩擦係數劃現 減速滑行的加速度量子 太簡單了 你看 我告訴你 結束 如果你觀念清楚的話 這樣就結束了 你試一看 μ是多長 0.4 G是10 省起來 10 這就鎖門答案 至於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看一台車子在這裡 它現在呢 來 做一個 原本在這個水平地面上 等速度前進 原本是等速度前進 接著呢 它踩了煞車 踩了煞車是不是呢 我們呢 輪胎啊 就會跟地面呢 有一個所謂的摩擦力來產生 所以你原本如果 向右前進 你踩了煞車之後呢 你的輪胎跟地面 就會產生一個滑動的摩擦 這個摩擦力呢 對於 作用在你質量為M的物體上面呢 就會給你一個向後的加速度 因為它此時呢 就只有這個力量來對我作用嘛 沒有其他的外力了嘛 對不對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一個關係 M K 我知道它會等於什麼呢 它會等於 μN μKN 那N在哪裡 N是地面給你的正向力啊 此時呢 你的MG向下 這兩個人一定會向等 因為你的車子沒有飛起來 或是你下去嘛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μKN呢 事實上又會等於什麼呢 把N換掉 變成μK 的MG 然後重要的是 你知道呢 這樣的一個力量 作用在質量為M的人 車上呢 會給他一個產生一個向後的加速度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重要的結果 什麼結果呢 質量為M的人呢 質量M呢 根本都消掉了 所以質量的大小 有沒有什麼影響 根本沒有影響 OK 所以你只要知道 你今天所受到的摩擦力 是滑動摩擦 而且你只受這個力量作用好不好 那麼摩擦力給你的 這個 這個產生的加速度呢 一定就會是我們的 μG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加速度此時呢 會等於 μK 乘以G 算出來了就是 4 好不好 以上五題呢 都是很簡單的觀念 好不好 再聽一下 好 徐小姐 暫停 暫停會按嗎 會按會按 不是 好 已經開始了 來 接著我們看第六題 來 第六題小心 第二題打心話 第二題很心機喔 心機很重 我們看看第六題 來 老師先換個圖表好不好 先換個圖表 這是一個PT圖 這個圖少見 重圖少見 這個看到的時候其實它是認出的 當年這一題啊 打對比不高 算是 但是這題 算是一個蠻不錯的題目 哇 這個題目出的不錯 哇 這個題目出的不錯 來 我看我們有 夾音餅題目五條曲線 稍稍的畫一下 我盡量用不同的顏色畫 假設 假是這一檔 我這要看一下 這個角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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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 以的吧 是這樣 比 在這裡 好 比是直線喔 B B 跌進這裡 嗚 嗚 你要看姿勢喔 這個 這個是 還是你看一下 他說 原來靜止於高處的視點 在T-A0的時候 沿水平方向被拋射出去 這是一個水平拋射的問題 好不好 我們旁邊畫一個水平拋射 我們就畫在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它夾在鎖上面 來 這是水平拋射 我們知道水平拋射呢 它從一開始就會有什麼 它一開始就會有水平方向的速度 並且全程的水平方向的速度 都怎麼樣 都一樣 都一樣 然後呢 隨著時間的增加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 歪方向沒有速度喔 可是慢慢的 歪方向的速度會越來越怎麼樣 歪方向的速度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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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刻的量借呢 呈現出來的作圖 它問我們說 那這個動量的圖喔 動量對時限的關係圖呢 應該是比較符合哪一道曲線 應該是比較符合哪一道曲線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來 什麼叫動量 食量等會是什麼 速度 那你就必須要把 你這個物體在運動過程之中的速度 給呈現出來阿 我們隨便放一個點來討論 我們就以這個點來看 你會有什麼呢?Vx跟什麼? Vy 所以你最後最後的合成的速度呢 一定會是什麼方向 一定會是移動方向什麼? 切線方向,可以嗎? 並且你迫過這個三角形的 一個隨時方向的關係 你可以看得到 我的V應該可以等什麼 你知不知道 根號的 Vx平方加什麼? Vy的平方 你接受嗎? 我從這個分量可以看得完 斜邊的速度V 會等於兩股平方合在太根號 OK,好,朱老師,然後呢 來繼續寫,不要急 來,接著你會看到 因為我知道 我的Vx是固定的 那哪一下呢?它是變動的 Vy特別小心 Vy是變動的 Vy會覺得時間的增加而越來越大 那Vy要如何來表現呢? 就要看你對呢 水平抛射,Y方向的概念熟不熟悉了 我在Y方向呢 是一個等加速度的運動 也就是所謂的自由落體 唯一的加速度就是G 所以隨著時間的增加 我的Y方向的速度可以表現成什麼呢? 叫做所謂的GT 因為我Y方向的速度是0 所以加速度叫做G 所以呢,Vy等於GT 這是我們可以呢 得到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你要再加上的是什麼呢? 那G平方跟什麼? T平方,是這個樣子 說老師,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要怎麼找這個 這個 這個 圖形呢? 來,有幾個原則可以做判斷 第一件事情 我從T等於0的時候 你幫老師回答 T等於0的時候 我的動量會是0嗎? 我已經有一個初始動量 所以我動量的量子不會是0 所以有幾條線呢 一定不用考慮那幾條 從原點出發的重線 絕對都不考慮 不考慮 所以呢,加跟1呢 完全不考慮 你必須要找的是 T等於0的時候 你的重量還是有一個起始值的曲線 所以選項呢 就縮小到什麼了 比、丁、霧 好不好 比、丁、霧 OK 綠色這個是丁 剛剛沒有注意 綠色這個是丁 好,接著再做討論 那哪一個比較適合呢? 孩子 你至少要知道一件事情吧 來,根據這個圖形呢 根據這個關係是我們可以知道 隨著時間的增加 我根號裡面的量子會越來越大 對不對 也就是我的動量呢 會越來越大 那你至少要找的曲線呢 是一個增加的過程 了解嗎? 所以誰又可以砍掉 誰又可以砍掉 我告訴你喔 第一 可以被砍掉了 你說老師他有增加 可是他後來呢 幾乎就沒什麼在變化了 可是我應該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了解嗎? 好,可是接著你再看 那接著你要看的是 丁跟5 丁跟5 你會選丁還是5 還是什麼 丁是一條 直線喔 丁是一條直線喔 丁是一條直線要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動量跟時間 它會是一個線性關係 那如果你把它做一個平移的話 你把這條線平移過來的話 也就是說 你的動量跟丁呢 你可以 如果只是判斷它的這個走勢啊 它必須要有一個類似正比的概念 你了解嗎? 可是有嗎? 這個有嗎?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所以呢 丁 這條絕對不行 好 因為我們的動量 如果表示成這樣的話 絕對不會說 我的動量P跟我的時間 彼此有線性關係 這絕對是不會這樣說的 好 複習一下 那什麼叫線性關係 線性關係就是說 你的動量跟你的時間去做什麼 會是一條直線 這叫線性關係 不過在此時絕對不可能 在此時絕對不可能 在此時絕對不可能 OK 好那記得再來看 那唯一的選擇就是誰 那就是誤了 我們這是用三句法 這是用三句法得到的一個答案 你像我如何解釋它呢 台詞很簡單 為什麼 你看了這個誤這個圖 你會發現它一開始的曲式 是一個曲線 了解嗎? 代表它的四個動量能量再增加 沒錯 會再增加 隨著時間越大 隨著時間越大 這項會越大 所以我一開始的量子呢 是會用上它的 可是大概到某一段之後呢 我竟然變成一條斜直線 我竟然變成一條斜直線 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因為如果呢 我的這個 所謂的 呃 水平法側是從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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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來做的話 我的飛行時間呢 會很長 我飛行時間會很長 所以我最後這一項就會怎麼樣 如果T呢 屈近也無限大的時候 這一項就會有夠大 這項就會有夠大 可以嗎? 那哪一項就可以不理它了 比較之下呢 VX這項呢 你就可以視而復見 你就可以視而復見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你的動量就可以寫什麼呢 來MGT 可以嗎? 在這些前提之下 我可以把我的動量呢 我可以把我的動量呢 近視 好不好 近視成MGT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我的動量 此時呢 跟你的這個時間呢 已經成了什麼關係了? 線性關係 已經成了線性關係 所以在時間 某一個時刻之後 你呢 你的動量 跟時間 會呈現一個線性關係 就會是一條線直線 而且不瞭解 這是我們的進度 瞭解嗎? 所以這題其實呢 不容易喔 不容易判斷喔 這題其實出的蠻漂亮的 OK 以上是第六題 好 再來 再來 趁著 希望能夠解完十題 好 再來看第七題 來 第七題 OK 簡單 來 第七題請看 行星的 行星的問題了 你看喔 只要一看到行星啊 又看到什麼 週期 又看到半徑啊 這一定在考什麼啊 雙星 不是雙星喔 是克服的第三行星運動定律 克三 我一直想要這樣 我只想要雙星 好 不要再雙星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些痛苦的回憶 好不好 沒有關係 我們用克三呢 來理補你 來克三說什麼 克三說 只要是鬧著同一個星球的兩個星體 他們直接 的 半徑三方 所以週期的平方 會是一個定值 會是一個定值 可以嗎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敘述 他說 以之 某一個行星 自轉週期為T 半徑為R 好不好 還是畫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一個行星半徑是R 它的週期是T 然後呢 環繞它的某一個衛星的 原軌道半徑是32 一個更大的軌道 很簡單 這一段 這一段 好不好 我知道不符我的比例 沒關係 我們配方沒那麼大 好不好 然後它的週期呢 是8T 好不好 橘色這個人 這個衛星的週期呢 是8T 好 但接著他說 那麼 如果是環繞該行星運行的同步衛星 這句話 有沒有發現 那麼它的圓軌道半徑是多少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有另外一個 軌道 可能是這樣子 好不好 可能的 我說可能的 黃色這個是它的同步衛星 它一樣會有一個半徑 我就要把它叫小R 它一樣會有一個 跟它的週期呢 我把它叫T 只要我們是要比較什麼 橘色這顆衛星 跟黃色這顆呢 同步衛星來做什麼呢 克服了第三系列運動定律 可是你要有一個基本的sense 我們就說過了 什麼叫同步衛星啊 同步衛星的公轉週期 會跟你行星的自轉週期怎麼樣 這是行星自轉喔 這個是衛星 同步衛星的公轉喔 會一樣 也就是說呢 它暗示了你 這顆同步衛星的週期呢 T塊嘛 就等於 這個題目給的這個T啦 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數據就都有了 你就可以呢 來列這個克三了 來先看橘色這一顆 情形 它的R三方 它的R32啊 來把它三方 所以它的什麼呢 來 8T 2的平方 會等於什麼呢 來 會等於同步衛星 同步衛星的半徑呢 這個R 小R 我們把它叫小的三次方 好 來除以誰呢 來除以它的公轉週期 會等於呢 行星自轉週期呢 T 的平方 好結束 你只要把它算出來就好 只要把它算出來就好 只要把它算出來就好 可以嗎 好不好 我們來算一下 孩子來看喔 看好了 來 有個技巧齁 來 312是2的幾十方 2的五十方 再三方可以嗎 你乘以3 R三方 然後下面呢 8是2的三方 2的三方 然後T平方 是這樣子 然後等於拉三方 T平方 可以嗎 好 所以這時候能消的消一消 T平方約掉 T平方約掉 大家都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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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幹嘛 3分之1掉 全部3分之1掉 可以嗎 所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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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砍掉 再把它拉出來 好 看好囉 所以2的 五十方 的R 就等於多少 小 所以它是這個 大字丟動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喔 是不是哪裡沒寫好 好 抱歉 我這個地方 我這個地方還有一個2啦 好不好 8嘛 可是我要平方啊 所以2的3再平方啊 好 所以我呢 我應該是 這邊還有一個2 好 應該還有一個2 所以算出來應該多少 2的五方 除以2的 2方 2的三方 所以呢 小的8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 數字呢 四方看準 看準就好了 OK 第七題 再看第八題 齁 再來 來了 來看第八題 第八題是在問什麼呢 一個半晶圍啊 沒有大氣的這個星球 來起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G 好不好 齁 並且呢 由該星球表面呢 以某一個速度呢 出速度 垂直向上發射 那麼這個物體上升的最高點 距離星球表面呢 又是多少 來這題怎麼看 請看 畫個適應 一種 有半晶圍啊 有半晶嗎 然後說重力加速度是G 好不好 他提供了這個重力加速度是G 然後有一個物體 從表面 以一個V 等於 根號 GR 喔 大啦 來向上 這個發射 折固體上升的最高點 來 假設這裡看到最高點 這裡是這樣 來看 距離什麼呢 D表 來看清楚 他問D表還是DC 都用文字遊戲 會讓你看錯喔 我來看一下我的課是多少 如何思考 孩子如何思考 你看到這東西你就要思考一個概念 就是說 它會跟能量有沒有關係 你看到星球你看到速度想要動能 然後看到星球有動能就會想要什麼呢 為人嘛 想要重力為人才一般事 可以嗎 並且呢 我們呢 這個問題在運動的過程之中 它只受到這個星球對它的萬有盈利作用 所以全程呢 它畢竟是力學的手痕